挑戰恐怖禁忌題材 光聽就讓人心驚驚 電影咒終於登上大螢幕了 不只邪教劇情讓人嚇破膽 神光效果可是特別邀請 國際一流大師創作 我覺得好玩的地方是 鬼片的音樂跟音效是一體 那個捷歌嘛 李明傑 然後還有一個泰國的混音師 對 然後這三個人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個電影 最適合這個電影的 為了讓影迷在電影院 能夠好好感受到恐怖邪教氣息 除了音效得滑心血 就連場景也特別前往 新竹高山山莊取景 也挑戰演員的體力 零下六度演戲 只穿著牛仔褲跟帆布鞋 然後在地上爬 然後又下大雨 很辛苦的方式在拍 而且去年真的不然也缺貨 不過在電影未上映前 導演柯夢榮卻遭到網紅爆料 吸毒和女生有不正當關係 導演出面反擊 說我做一些我沒有做過的壞事 昨天跟對方聯繫 他一接電話就 他就一直罵髒話 對方好像有一點黑道背景 所以他們一開口就跟我要五百萬 記者會說我打電話恐嚇勒索他 明明是他透過關係來找我 怎麼會是我透過關係去 我去打電話恐嚇勒索他 然後我為什麼會想要 後來會生氣想要說 替這個女生出頭 因為我感覺就是有 而且你想要把他打破背 如今電影咒上映在即 卻發生爆料插曲 事實真相已經進入司法調查 華視新聞林立廷李鴻傑 台北報導